北湾Sonoma县选民将在3月5日的初选中 表决是否提高半美分的销售税来应对山火威胁 要是通过每年可以筹得6200万 给当地的市府和消防机构 欧志州的报道 Sonoma县的H提案建议提高该县的销售税半美分 目前Sonoma县的销售税率是8.5% 取得的钱将特别用在预防和应对山火 例如移除枯树等植物管理 更新面火配备 还有招聘和保留消防人员等 根据税务资料推断 Sonoma县估计提案要是通过 可以每年筹得6200万 分给该县中的31个机构 主要将分给该县的独立消防区 H提案是由该县的消防人员和消防局长提出 目标在于减低山火的威胁 根据审务处的资料 反对H提案的人士表示 幸福没有妥善的分配资源 而要是提案通过该县部分城市的销售税 将提高到接近10% 这会危害到小商业 H提案只需要过半票数就可通过 提高半每分销售税 有效期从10月开始 除非选民日后表决废除增加这笔销售税 帮助增加